张网县大城乡紧邻台缩六清厂 县府委托台大对居民来进行 鉴检跟尿液重金属的筛检 而结果有526人重金属浓度偏高 更有99人残留致癌物流带二乙酸 这个结果犹如卖了许错国小事件的翻版 张网县政府鉴请中央主管机关 应该要组成六清空污专案小组 来进行完整客观以及全面性的评估跟因应 在空气污染还没有有效控管之前 县府是严正反对六清各项的扩厂计划 以维护居民的健康 张网县政府执行大城乡社区巡回鉴检 及尿液重金属筛检 初步结果出炉 最近卫生局在大城演艺厅召开说明会 委托研究单位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曾长全向详情简报说明健康检查的结果 这项筛检计划中 结果类似 希望能够有中央主管机关 能设立一个针对环境污染 一个健康风险评估的一个专案小组 如果跟省里面应该还建筑一些相关的经费 这个经费应该正是一个六清环境地区附近 再来做一个有关的空气品质 甚至环境污染的一个健康风险评估 做一个中长级的计划 我是一个当事者一个在地居民 我希望就是如果这次的研究 是公部门的研究 它是一个证据 根据这个证据 我认为任何公部门都需要做起一个行动 我其实很希望我们有个要求 可以停工调查 我们要保障 保障也保障不完 也要有这个油 让我们地平过来 有团练吗 彰化县环保局争取在大城社站 24小时监测排放 并争取到六清相关计划 环境影响监督委员会 大城乡及县府各一席委员席次 彰化县政府强调 六清营确实执行各项空气污染管制措施 在空气污染未有效管控前 县府严正反对六清各项扩厂计划 记者重新彰化县采访报道